欢迎收看11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将于2026年举办世界龙洲锦标赛 为了提供参赛选手安全 舒适的竞赛场域与优质的赛事体验 县长徐真卫日前前往寿丰乡 鲤鱼潭会刊龙洲锦标赛的场地 除了检视水到化射的同时 也强调观众席颁奖区规划的重要性 在教育部体育署中华民国龙洲协会 花莲县府共同努力下 台湾成功争取2026年世界俱乐部龙洲锦标赛主办权 县长徐真卫13日前往寿丰乡里渔潭 在花莲体中洪洪章教练陪同下 会看龙洲锦标赛场地 除了检视水到化射 也强调观众席颁奖区规划的重要 花莲县府齐学孩子文武双全 藉由承办各项国际运动赛事 提升花莲线卵硬体等体育设施设备 除了让参赛选手享受国际级赛事规格体育场馆 也让花莲学子有优质运动空间 今年龙洲训练基地不断优化 提供选手扎实训练 让花莲线龙洲队在国际赛屡屡夺牌 2026世界俱乐部龙洲锦标赛 预计将于2026年9月在花莲鲤鱼潭举办 届时世界各地约30国近万人到场比赛 县府表示 期盼全力以赴做好各阶段筹备工作 让各国来到花莲的选手兵至如归 提升花莲国际能见度 带动先内观光经济 对于体育和文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记得蒋包院收风箱报道